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今天到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备询 立委邱毅盈上个星期在高铁巧遇来台访问的贵州团 却发现铁路警察是沿路护送中共官员 质疑是陆委会下令要求查清楚 我要请教你一下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拿出照片质询立委邱毅盈错任贵州省长为日前访台的贵州省委书记 尴尬笑了一下 上星期邱毅盈搭高铁巧遇贵州团 却发现警察随行护送 质疑陆委会为何派警保护中共官员 而且是陆委会要求铁路警察要保护他们 没有这件事 怎么会没有这件事 没有这件事 绝对没有 那不然是警察自作多情 不是不是 警察自己去保护他们 警察基于维护社会治安的 这是根据哪一条法令警察要这样做 我告诉你 来的人到底是欧儿还是韩吉 没有人认识他 他有什么人身安全 中共官员来台平尽管太阳滑雪运后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的访台行程 得考量台湾社会氛围 福茂还卡官立法院 立委却爆料 国民党大佬徐立德的环宇投资 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香港子公司 早在去年就合作设立第一间台湾重资顾问公司 为中气投资台湾公共工程基础建设谈论 国家开发银行来投资50%的资金 成立一家公司 要做这样的工作 陆委会主委在那边告诉我们说 不知道 海基会董事长去那边参与检采 陆委会主委在那边告诉我们说不知道 他到目前为止都按照相关的程序 我们有信心说未来福茂协议如果生效之后 你们口口声声答应的把关 要怎么把关啊 福茂还没开放管理顾问业 开与研究咨询公司 就以研究发展服务业名义登记抢劲 立委执疑国共高层两岸搭桥 一手主导两岸经济政策 一手却共同投资 无奈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却一问三不知 新唐台电视连家委张宣 台湾台并怎么到 新唐台湾台并怎么到